然后MongoTech是一家位于北美的技术类教育辅导机构 主要为大家提供关于IT和Data Science方面的技术类的辅导课程 然后这一次讲座是一次我们的经验分享讲座 正好现在也是大家找intern还有co-op的一个求职系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两位Tech类的大神学长 为我们介绍一下FunTech领域和IT Software Development领域的一些求职分享 两位学长都为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 首先邀请我们的H学长介绍一些FunTech领域的行业求职经验分享 我们的H学长是在FunTech公司做Quant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方向的工作 然后那我们就有请H学长开始给我们分享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在讲座过程中 稍微那个说一下 在我们的讲座过程中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留言 OK那我讲的时候就不看留言板了 然后他们有什么问题 你就可以选几个然后讨论一下 可以可以 然后大家好 我们最后 对我们最后两次分享后面的十分钟 都会留给大家进行Q&A 好的 H学长开始吧 OK 大家好 我现在刚才说就职于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然后做的是Quant Investment Solution 基本上就是设计各种portfolio也好 放的也好 然后吸引客户来投资 那我之前的话是做过 做过Fix Income 一些Automation Process 一些Programming方面的类型 然后我也做过 在英国伦敦找了一家在保险公司 做了一些Risk和Actuarial的东西 所以我对Finance方面 也是有一定的了解 那就跟着PPT走好了 前两个问题的话 Quant Investment和Hedge Fund的话 我觉得可以放在一块说 后两个可以放在一块说 那对于前两个问题的话 因为我不太清楚 大家的背景是什么 所以我就给大家General介绍一下 Hedge Fund其实本质上 它就是一个Mutual Fund 就是各种东西 什么Bond Stock Option 等等你能想到的一些 Financial Instruments 全部混在一起 然后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需求 然后提供不同的回报 比如有的人可能是 像一些保险公司 他们想要的不是说 投机类型的投资 而是这个Risk 比较看得重一点 那么他们可能要求的就是 Risk小一点 然后回报率低一点 然后根据每个人的类型 不一样吧 有的人可能是希望说 每年要达到百分之多少的Return 或者每年说 我要每个月的Cash 你要给我满足多少 有多少 就不同类型的客户的需求 导致了有不同类型的产品产生 那Hedge Fund呢 为什么说最近几年 尤其最近十年来 这个量越来越大呢 主要是因为它所受到的监管 要比其他传统类型的投资 受到监管小 第一是它可以投一些 在市场上你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不被正式认可 但是你是可以进行投资的东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它的客户 是有一些福利待遇的 比如说一些大的银行 大的投行 大的保险公司 由于它的那个公司 框架和基础比较复杂 所以导致它被政府认为 是能够承受风险比较高的 那政府对它资金的监管 具体投什么东西 监管就比较少 这就是产生了Hedge Fund 就是很简单的经济学院里 Market Demand和Supply 然后刚才说了Hedge Fund 主要就是每这个Return 一定要Extra Return 因为做Hedge Fund的人 像很多很多矿子的人 他们的一些福利待遇 就来自于这些Return 你每年满足了百分之多少的Return 它会给你几个点 然后所以就是不停的吸引客户 接获 然后这是大体上的背景 那Quantie Investment呢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现在做的一些 投资策略上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是Stock Market的话 Stock Market的话 你是有就正常投Stock 比如说苹果的Stock 然后你也上面可以叠加Option 但是你要怎么去把这个组合起来 来实现一定的目标呢 你可以去想说 Stock里面上面加Option Option有很多种 Core Put 然后Exotic Option 还有各种各样的Option 而且每个Option Maturity啊 长度时间也都不一样 它所附带的一些价格 和Implied Volatility也都不一样 那么Quanties所做的 就是把所有这些数据分析起来 结合起来 根据历史的Performance 和自己Simulation的一些Performance来看 比如这个东西可以 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 然后通过程序上的设计 通过投资策略 比如说选哪一个公司 选苹果还是选谷歌 然后这个苹果和谷歌 和哪些其他能源 或者其他sector的 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然后共同做成这个Portfolio Index 这也是Quanties解决的问题 大体上背景的话就是这样 然后关于Quanties的话 其实有很多种Quanties 给大家讲几个分类吧 其实不管怎么分类 它本质上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之后会讲一些 关于学科方面和知识方面的事情 那Quanties大体上第一个分类 是可以分买方跟卖方 就我们所说的PQuanties和QQuanties QQuanties的话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这个有考虑说将来读研或者读博 你去看一些欧洲那边 包括英国的一些课程设置 他们的课程设置 主要是training QQuant 而QQuanties的话是干什么的呢 最typical的一点 跟PQuanties的区别 就是它的那个概率 是risk neutral的概率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的背景 我就说一下大家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比如说Black Show Model 它是在Price Europe European Option 然后这个Model里面 它可以有Multiple Stage 比如说今天这个东西值100 那下一个Period 比如说Time 1 它有可能往上涨110或者是90 然后Multi Period 2 T等于2的时候 有可能再往上涨或者往下跌 那所对应的Underlying Option的话 它也就是随着这个不同的估价估值 然后定个risk neutral price 这个东西也叫expected payoff 就比如说你投一个硬币 一个fair的硬币 正反面 那你在risk neutral的这个environment里面 你再往就每投一次硬币 independent的话 那它都是0.5的概率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所以这个是QQuant所做的事情 PQuant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real probability 什么叫real probability呢 也拿这个硬币举例子 就是我们是大学里面学过统计概率课 知道一个fair的硬币 肯定是0.5的概率 但是在市场里面不是这么运行的 因为没有人会知道市场下一段时间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们所观测到的数据 是我们能够唯一reli on的一些数据 那我们通过这些数据 可能就觉得 这个东西虽然你可能回过头来 再过十年二十年来看 可能是也是一个0.5 0.5 但是以我们目前的这个观测数据来看 包括一些政府方面的影响的话 那它的概率可能就不是0.5 就硬币来说的话 比如说你第一次投了一个1 第一次投了一个正面 那第二次投的话 你知道可能是0.5 0.5 但是你会觉得它正面概率是三分之二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然后Quant的 这属于第一个分类是属于买方跟卖方的分类 一般卖方的Quant大都是在投行 sell side 为什么叫sell side呢 就比如说投行的职业 其实就是说有这么多客户 然后他们可能对什么感兴趣 然后相当于填一个调查问卷 这些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去找资源 资源我们先买下来 相当于囤货一样 然后这些资源我们要卖给这个客户 然后从中挣钱 你就要对这些资源进行一个定价 你觉得这个价格应该是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你买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你在给这个客户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价格 比如说对sell coin的这个Q coin的要求比较高 Q coin的工作类型呢 是相当于投行大家所印象当中的投行的类型 一天十二十三个小时不睡觉 然后就是跑来跑去 看上去也很好 但是都投发对吧 这个生活质量不太好 那P coin最近越来越火呢 就因为它工作规律早点往五早点往六 就还是比较reasonable的规律 然后两个正的总体上都差不多 就是说实心的话你P coin的要高一些 就是大家为什么拼了命了 最近特别很多人想跳槽 跳到P coin的这方面 一个重要的原因 然后P coin的话大多是买方市场 Buy side就一些asset management firm 大家熟知的可能一些Citadel 一些WorldQuant 这些blackrock 这些很大的一些资产管理公司 他们不需要去应对什么东西 只需要吸引客户来投资就好 他们不存在提前囤货什么 就你投然后我给你定这个strategy 然后我玩弄 然后这第一个分类 第二个分类就是工作类型的分类 工作类型的分类呢 美国跟加拿大是有区别的 世界上70%以上的quant工作都在美国 而且都集中在纽约跟芝加哥 别的地方像IOA都是比较少的 传统类型的quant 就是包括加拿大的一些quant 主要关注的是risk risk management和一些model validation的一些事情 因为主要是08年那个金融经济垮了之后 当时很大一个原因 就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些excel里面或者是一些model里面 他是assume的interest rate 肯定是positive的 他没有考虑到 因为历史上之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比如说这个interest会 interest会变成negative 不存在 所以说模型在利率变富的时候 它就会崩溃 导致价格过高 还有一点比如说00年的时候 俄罗斯政府 当时quant其实这个东西1980年 左右的时候就有了 当时他们建的模型 一家公司我记不住叫啥名了 也是建了一个模型 然后assume的是什么呢 是政府债券 永远不会default 永远不会违约 但是俄罗斯那边就唯一了 然后他们也没想到 然后market又crash了 就是00年千禧年 美国market crash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然后这是传统类型的 所以说08年之后风险这么高 大家都需要你矿子是吧 你给我好好搞清楚 这个model是干什么的 这个东西对公司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越能跟regulation那些人 法律法官那些人解释清楚 他们就会给你更多的额度 更多额度将于更多的business 更多的inventory 所以这个是传统类型的矿 第二种类型的矿呢 就是现在买方的p矿 越来越多的是什么呢 是宏观经济学的预测 和一些asset optimization 那这些矿子呢 主要是看一些政府部门 包括宏观市场的各种index 这个有点像 这个跟经济学 其实是比较联系的紧密 你像很多 像哥伦比亚 康奈尔 还有一些普林斯顿 他们这些学校的经济学 跟工程学 跟这个就是培养矿的这些 是联系非常紧密的 在课程设置上 那他们就是 主要是想要train 这些 这些将来越来越多的p矿 这方面的人才 就是政府一个决策 或者一个move 对市场的影响 会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就不详细讲 然后的话 asset optimization的话 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的 minimize variance 等于 基本上大多数情况等于optimize 或者maximize 你的这个portfolio performance 然后的话 需要的知识呢 这个知识 咱们放在最后讲 然后这是大概上的第二块 第三块 就是fintech fintech 其实本质上 它是一个金融服务类的公司 比如说大家知道的bloomberg 它是属于给世界上所有trader 大部分trader现在都在用 提供实时的市场数据 然后包括你想你想进行一些trading啊 他们也提供一个平台 让你不同公司的 比如说让你跟你的自己选择的broker 进行一个实时的交流 然后进行一些交易 就是fintech方面的一些应用 然后fintech讲到这呢 就是再讲一点 比如说其他应用像mobile banking 你现在手机上的手机银行 包括trader的话 现在也是用手机比较多 看实时的市场播报 bloomberg有一个缺点是 它是比市场要晚15分钟update的话 但手机的话是要 现在要更快一点 因为很多trader在看的时候 尤其快marketclose的时候 他会多看一些手机 然后看这个东西 还有一些应用 比如说cryptocurrency 之前说的比特币啊 或者blockchain encryption 这些方面也是fintech的一些东西 我之前面了一个公司 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 就给大家推荐一下 如果大家有粉丝可以去 叫joech financial 然后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呢 是做trading之后的一些文件和一些报表的一些 根据法律法规所要提交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 这个东西其实很复杂 比如说你不同类型的交易 有不同类型的法律法规 而且法律法规它不是一个机构来讲 比如说ontario 有ontario的一些什么什么commission 但是你这个ontario政府部门 他又跟这个commission区别开 他有一些regulation 然后政府的一些tax部门 又有一些regulation 你这个报表就要报到哪 他们做一些统计 就反正statist Canada 有一些regulation 那这是一个很繁琐的事情 尤其是你这个投资 交易方面变多了之后 你可能会说 我这个跟这个国家 进行了一个交易 这个国家那个公司是什么类型的 我公司是什么类型的 资产是什么规模的 那这些不同的条件 就会导致最后要进行的法律法规 你要执行的法律法规是不一样的 那这家公司作为financial 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给变成计算机 像一个package 一些machine能力 和一些把一些法律法规 转换成一些 这些实际的实际生产方面的东西 然后的话 他把这些东西打包卖给公司 一年挣了几个million 是吧 然后12年之前面试的时候 我说12年开始创办这家公司 然后的话至今也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反正相当厉害了 给大家提一下体外话 还有一些比如说auto insurance 像一些insurance policy 尤其在英国的那边 从我之前实习18年的时候 有一个data protection policy 是整个欧盟 像我不知道英国脱欧的话 也应该好像执行这个法律法规 然后就是关于他protection 然后他们在保险方面的话 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就因为在这个法律法规下 你很多公司的一些protocol 都需要更改 然后弄客户也会比较更难一点 因为客户可能会比较干准这个 那你也把所有的一些insurance policy 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些问题 就可以做出一个很精密的分类 就是fintech的一些应用 然后的话 就是头两个问题 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三四的话 offer面试和一些知识 我给大家讲一下 矿车方面需要什么背景吧 凭良心说话 我觉得像美国的公司 他们所做的矿子一般都是phd preferphd 最次也是master 这我说的是full time internship可能宽松一点 给一些本科 但是也是中外语学CS的人 这是在美国的情况 加拿大现在有很多的银行 VCB这些银行 很多职位 你看的时候也是quantitative 什么什么product什么的 其实本质上做的还是数据一些处理 包括给他们一些trader 提供一些information 一些metrics 并不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矿 而且薪资差距也是蛮大的 加拿大的 比如说一个master毕业做quant的 就八万九万加币 美国那边的话 是基本工资能达到十万多美元以上 然后加上每年的那些bonus 可能有个三四万 就反正差距还是蛮大的 看大家将来想法是什么样 然后的话 学的知识呢 分包括这么几块 首先统计学 统计学里面的一些mark of chain 和一些time series 这些都是比较统计学高难度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optimization 尤其是convex optimization分很多种 linear,non-linear,convex,continuous 在这里面还有discrete,integer什么的 然后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continuous optimization 因为金融市场时间是连续的 然后这个东西呢 也是一般graduate courses 才会教的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就像是一些其他方面 比如说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 所以我建议大家上课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不一定说第一份职位就奔着矿子去 因为你不太可能他招一个本科 或者硕士 没有完全不了解markets 因为毕竟他也是把所有资产都要去投资的 你需要对这个东西有一个 比较熟悉的一个了解 他才会招你 如果大家对课程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 就是colombia的一些课程 像他的一些课程设置的话 就是一些什么computational course 一些economic course 一些什么simulation method 这些属于统计学的范畴 一些continuous optimization 这些范畴 大家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课程介绍 这里就不多讲了 然后的话过于面试 我这里面有几道题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就是遵从各种ponential distribution 然后有多少概率可以发生什么 然后就像于这些 就面试的时候他会问你 他会有好多轮面试 那第一轮就是做题面试 直接啥话也不跟你废话 上来给你一些题 涵带所有方面的一些知识 然后你做对了 他再回第二轮见你 就是给你讨论讨论一些 你对市场的理解啊 最近这个市场发生了什么事 你比较关注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平时多关注一下 金融市场啊 而且多读一些 一些editor的一些 analyst的一些文章 会对你对这个 帮助你去在面试的时候 提出自己 让人的眼前一样的看法 他容易记住你 然后还有一些题 比如说这种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 忘了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pure math里面的analysis 你像这些东西都是 面试的时候会考的 像给你一个function 然后在一些sumption里面 然后你需要解 然后怎么去得 然后为什么告诉你 这是complete是怎么样 这是大概一些面试的时候 那个第一轮考试的一些题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多学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再去升这个工作 否则的话这个希望不太大 希望不太大 然后时间关系 我就先讲这些吧 一些刚才我说的一些optimization的一些里面 它本质上就是machine learning 一会儿D学长可能给你们详细讲一些 可能有一些比如说tree searching的一些算法 其实这些算法在怎么说呢 在学数学的这个人的眼睛里面 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他们很早就学了 只不过他们没有学 怎么把这个东西implement到计算机里面 现在很多cutting edge的research 为什么他们想召PhD 比如说这家公司 看一下这些C子 像Jocelyn Jones 之前我见到很厉害 是chemical engineering 化学工程 完全跟金融不搭边是往MIT的 然后还跟普林森大学实验室有一些合作 然后还有一些CEO 也是PhD 还有另一个人 我忘记是谁 之前是JP Morgan的一个director 然后他之前面试我的时候 因为我也本身也是很想做这方面 他说直接go for PhD 不够我多说啥 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也可以多学一学 然后申请的时候 包括一些什么东西的一些准备啊材料啊 我建议大家多学一些计算机的一些能力 像新加价和帕亿想是两个必学的一个东西 最近bloomberg出了一个好东西 叫bquant bquant bquant其实就是一个python类似的一个语言 最近有一些data叫ESG data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ment 这些我就不多讲了 就是这些有一些investment 那些就是有钱人吧 咱就这么说有钱人 他们希望投入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一些事情上 这样的话 第一是政府会给你一些tax cut 第二个就是也对环境做出一些贡献 所以在这种high demand的需求下 这种bquant就产生了 bloomberg在一年半之前就开始建立这个东西 最后建立出来的效果呢 就类似于这种东西 你可以建一个platform 然后给你公司的其他人使用 比如说看一些什么factor啊index啊 一些gram啊 自己通过自己内部的一些metric 订一些gram啊 啊就是也是fintech的一些一个application吧 然后目前我真的也在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很强大的 因为考虑到bloomberg有无数个数据对吧 咱可以这么说无数个数据 这个程序运行起来非常快 几秒钟就结束 那需要一个强大的一个computational method来实现这种快速的计算 所以也是非常厉害的 那这个东西的知识就来源于一些很高端的一些算法 这个算法计算机里面会讲 然后包括前沿研研究领域里面会有很多一些optimization的一些算法 嗯 所以就是 对 基本上 基本上是由于实验员我就先讲这么多了 然后先交给D学长讲 然后最后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问吧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医师学长 对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留言版留言 然后最后十分钟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给大家解答 然后我接下来是我们的D学长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IT software engineering方面的求职经验 我们的D学长之前拿过很多家大厂的offer 然后也在Apple 之前在Apple实习做 software engineering开发方面的工作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他们交给那个D学长 你现在是可以听到我是吧 可以 哦行好的 所以说整个agenda的话我可能就照着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把这个PPT给share一下 那个 行 大概整个agenda的话我就照着这个PPT大概这个流程走一下吧 可能可能先面 呃 第一个问题面经的什么这些的话 我可能就到后面 这个面试这方面的 诶 我可能先改一下顺序吧 可能就按照大家目前在找实习 尤其是在找soft engineering 或者什么singling engineering 或者是data engineering 或者data science 按照这个流程给大家 大概就是大概分享一下我之前的一些经验 和包括我身边朋友的一些经验吧 所以说你要 呃 怎么说呢 首先要说找实习 确实是一个能让你更容易找到 full time job 的一个方式 首先来说的话 很多的公司 尤其是湾区的一些大部分的公司 他更喜欢 去让实习生去拿这个return offer 而且的话 而且的话实习 呃 因为确实是 如果的话你 一般来说你要去面一个校招的一个职位的话 大概这个流程可能是可能上来会有一个coding challenge 大概是有那么一感到算法题 之后的话 之后可能会有一两文就开始的店面 再之后的话 可能会接着整个整个就是一天或者两天的onset 就这个 就是在这个onset的时候 可能大概会有四文到六文之间的面试 但这整个时间的话 其实就是比起来你去做一个四个月的实习 或者三个月的实习的话 肯定是时间更长 更能够去更好的衡量 你的这一个candidate 是不是能够去胜利这个工作 所以说这个return offer 和做实习是一个 也是 是在你之后想找到full time job的话 也是相当于可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首先第一步的话 肯定就是去准备你的简历 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其实是 对于怎么样是一份好的简历 其实我个人的经验的话也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和这个recruiter 去聊一下 因为很多的时候的话 你去发了一份简历 最开始的recruiter 可能会按照一些硬性的标准去把它 先给筛选一遍 比如说他需要招的话 是better degree就可以 还是他需要去master phd以上 或者是 或者是需要 你有多长时间相关的经验 反正 对我来说 我个人的经验 可能说是在简历上 尤其是在self and generate上面的话 你不需要把东西给的太多 一页的话 其实就是完全可以放下所有的东西 之后的话 主要的部分可以集中在你过去的经历 尤其是你过去之前工作过的 实习过的这些经历 再加上你个人的一些project 这上面能够更好的展示 作为一个self engineer的一个能力 所以说的话 我可能个人的建议 就是去把你整个简历的重心 放在这两个上面 之后的话 很多人可能也会愿意去 可能会愿意去把自己 比如说熟悉的一些语言 或者用过的一些framework 或者用过的一些library 什么这些放在简历上面 我个人的建议是 可能这些东西不要去占太多 因为很多的时候 因为可能很多的时候 我都怀疑HR会不会具体的去看 如果你要列个很 但确实是我听有一些人说 可能HR会用一些software 去指量关键词 去硬性的搜简历 但我个人好像也没有觉得 我的简历会因为这些硬性的话 会被 会有去被筛选下来过 等一下我可以给大家 等一下我把我的这个屏幕的 这个分享切换一下 其实我觉得 首先来说的话 大家就是 大家之后在报实习的时候 一般主要的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可能就是在网上报 基本上来说 你像基本大部分的公司 它都会把自己聚集在什么时间 要招多少intern 去发到自己的career webpage上面 就像这么直接海头 确实是一个方法 但在结果的时候 海头回应率还是蛮低的 所以说如果你的学校有一些平台的话 可能这样子会去更好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因为就是一般来说的话 这些公司它会 它会去给一个学校一定多的名额 如果他们 如果他们之间的话 有这种co-op 或者是intern的program 对这个 我说我比较好奇 大家大部分的学校 是 大家大部分的学校 是在加拿大境内 还是在美国境内的 大家可以在国员版上面 大概提一下 如果要是像加拿大的话 我知道的话 可能就是说 你像UBC的co-op program 或者是UWaterwood的co-op program 或者是UWaterwood的co-op program 确实能让你更方便 去能够去拿到面试一个机会 假设说你的学校没有的话 或者说你的学校有的时候 其实一个更好的方式的话 是去找看看有没有你的学长 或者是学姐 或者是 或者是你在网上可以找到的人 能够去帮你内推 因为来说的话 内推的话 是能让你的简历 反正是内推能够很大的去 去内推能够很大的去增加 你过简历官的这个概率 如果你要身边没有朋友 或者是学长学姐这样子的话 大家可以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 可以可以 可以去给大家分享几个资源 关于在哪里能找到内推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一母三分级的棍盘 说实话我个人对这个棍盘 不是特别的喜欢 但上面确实还有很多 很有用的这些信息 比如说的话 我们找一下内推 我个人也是在网上找过很多人 去帮忙内推 之后的话 从我的经验来说 你去找内推的话 真的能够很大增加你的概率 所以说大家可以经常 在这问团上面搜一下 看有没有自己想去的公司 之后的话 之后的话 他们一般来说 会在上面去留下自己的邮箱 之后大家可以去 可以去按照他们说的这些信息 去把这些信息加上之后 看看去求一下大佬 能不能去给你一个internet referral 举个例子的话 大家可以看 大家现在应该能看到 您的分享的这个网页吧 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lift的内推 所以说上面有一些 比如说你的英文简历 电话邮箱这些 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尽可能多的去找一下内推 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我把这个给切回来 可以的 之后的话 之后的话就到个面试的阶段 面试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以的 下面来说的话 我就去做个哪些准备呢 首先说 如果你要去找soufan之尼人的话 度不过的一关 就是说你要去刷算法题 你刷算法题的话 最主要的一个平台可能就是在Gitcode上面 很多的时候在面试的上面的时候 你确实可以能够碰到Gitcode上面的原体和一些变种 所以说 对于这些刷题经验的话 我个人的经验是 你可以先把你可能面试的问题 大致的分成 大致的分成一些种类 比如说是Baroni Tree相关的 Stream相关的 LinkGist相关 和Dynamic Programming相关 或者是 或者像是 或者像是Greedy Algorithm相关 就在你刷题的时候 你可以 你其实 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题全都刷到的话 那肯定是最好 但其实更有效率的方式 是你按照种类去刷的同时 你能够确保 你能够理解每个种类下面 它的这一个内核 之后的话 具体来说 之后的话 但其实很多的时候 按公司 如果你要是面试的公司不一样的话 很多的时候你的面试可能是说 可能是说 是这个不仅仅会碰到 lead code上面的这些算法 你还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种类的问题 所以说我这里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Google Doc 可以的 大家现在应该都能看到了吧 首先来说这些可能大概涵盖了我碰到过的一些这种面试上面的问题 首先来说的话 首先来说可能大部分公司 你在去 你在去面试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先会去聊聊你的简历 比如说 比如去聊聊你之前做过哪些项目 和你这些可能是在你intern时候的一些项目 或者是说是你个人之间的一些项目 这个部分可能并不会很长 大概可能的话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 你们就可能会去聊完 之后的话有些公司它会去再加些behavioral question 比如说 举个例子的话 就例如说我今天刚刚面临一家公司 Snowflake 他就问问你说 比如说是你最喜欢的language是什么 这个问题有一点多余 当时我是觉得 或者再加其他的一些比较general的说 比较general就是说 是说是你碰到的最大的这个challenge 或者是什么 而你是怎么解决的 这些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去大概的去搜一搜 大概 大家会有哪些问题可能会被问到 之后反正是说大概能够给出一个 给出一个比较正面的回答就可以了 之后的话一般来说 这个面试的重心 都会去放在这个coding question上面 而coding question上面的话 大概可以分成这些种类 首先这个algorithm question 是避不开的 基本上每个面试都会碰到algorithm question 就具体的话 这个就和你刷题的准备相关了 一般来说的话 system design相关的问题 在你去面实习的时候 碰到的概率没有 没有你直接去面校招fulltime 什么那么大 但有些公司还是会去问你的 就这个system design的话 大概可以分成两类 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object oriented design 比如说的话 他就给你一个 这个问题说实话 我其实还没有碰到过 但大概的类型 可能就是说你要去怎么设计class 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这可能就涉及到inheritance 或者是polymorphism 这些的话 大家如果在学校里面 有去上过这个object artem design的话 而且平常的话 自己自己也去写过一些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没那么简单的学校作业的话 这部分一般的话 不会有什么问题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 system design question 这个设计到的信息 就会去更大一些 比如说你要考虑到 比如说你要考虑到 distributed system the fog tolerance问题 和这个consistent问题 再加上的话 再加上的话 你可能也要去熟悉一下 现代的这些软件工程里 比较常见的一些部分 比如说database 比如说load balancer 比如说CDN这些部分 这些的话 这些的话我其实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和网站 可能大概记不清这个名字 可能等一下我去搜一下 system design 大概可能会是这个名字 OK 好吧 可能就是暂时也找不到 我可能会在之后的时候 会把我找到的一些资料 可能也大家给发下面 就是system design question的话 你可以大概的去了解一下各个部分 之后的话 其实在system design的时候 很重要的部分 是你和面试官之间不断的沟通 不断的去明确它想要的是一个 具体怎么样的一个system 之后的话 可能大概是这一些 再其他的话 再其他的更少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OS相关的问题 OS相关的问题的话 一般来说如果你要去变的组 或者是去做OS相关的一些东西的话 他可能会去问到你 比如说这个就涉及到一些 和concurrency相关的问题 和一些minix kernel 或者是包括system call 这些相关的问题 再一部分更少见的话 就是说 一般来说的话 这种 一般来说这种 会在 这种个webcam interview 或者是phone interview 比较常见的是 他就直接会给你一个code pad 之后的话 之后他肯定会去给你一个要求 之后的话 你们就直接去programming 像我之前碰到的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 就是说是 像这样子的 他会去给你个json screen 之后他去给你个filter fields 之后的话 你需要去把这个filter fields 下面所有的这一些 下面这些所有的digits 全都给全都去把它们替换成信号 假如如果要是碰到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可能就和 这个可能就和你平常具体coding the experience 这个要是去相关了 但其实这个的话 不需要去特别的准备 因为碰到的话 可能还会蛮少的 之后的话面试 其实大概可以 面试的话 其实大概可以分成 可以的 我把这个暂时停一下 面试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会有两种风格 一种风格的话 就是像一些公司 比如说是 比如说像是 OK 比如说是Google和Facebook 他们一般来说 他们招的时候 他们会招一个general software engineer 所以说这种问题的话 他们就是一般会去集中在算法题 和去聊你的简历上面的 所以就不会有特别多相关 和你具体大概进哪个组相关的面试问题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他这个面试官都是 都是去在那个时间 从你不同的组里面 随机抽出来的人都去面临 所以说的话 他们会去 他们会一般来说 会 所以说是这个 他们的重点 会去在一些比较general的问题上 但也有一些公司 比如说Apple 或者是Ninvidia 他们的 他们招英特的方式 一般全都是 全都是 全都是按组去招 比如说是 假设这个组 是做infrastructure 他需要招一个英特 是 那就很有可能 你们在面试的时候 会聊到很多 和这个组 具体相关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在面试 Apple的时候的话 因为我们组是做big data infrastructure 我的第一个面试 和他们的时候 大部分全都是在给 大部分全都是在给 Apache Spark the internal architecture 和Apache Flink the internal architecture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是 就是说是你在去找内推 和你去找posting的时候 他上面有没有说 他具体是哪个组 要去找intern 如果 如果是有说的话 你可能会需要具体准备一下 看看这个组 他们是做的什么产品 用的是什么样的 这种technical stack 你能够去准备一下 相关的这些的信息 可以的 大概的 可以的 2和3的话 我可能是大概的 回去 大概的差不多 考虑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回到1上面 具体的面经的话 我其实比较推荐 大家在这个问谈上面 就是 有这个一亩三分地 这个问谈上面 大家 大家可以去仔细的看一下 在它这个板块 这个美国面经下面 它其实有很多公司的 有很多人分享 他们去面试过的经历 和他们面试过 碰到一个体 这个对大家 其实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比如说就 举个例子的话 随便点个这个jobbox 2019年intern的店面 的这个经历 一般来说的话 它上面会去 对 它可能 它可能 它可能会给你分享一下 碰到哪些体 比如说 和他们 可能来说 会去碰到的哪些fog up 这样的问题 ok 回到这一些的话 所以说 Apple的实习体验和工作环境的话 其实还是蛮好的 Apple的话 怎么说呢 如果 如果你能去到湾区 那几家 那几家比较大的 Tier 1的那家公司实习 实习的 实习的体验 都不会差 比如说Google Facebook 或者是像Gicklin 这些公司 而且他们给的薪水 一般也都是 也都是比较的豪爽 而且的话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 这个湾区租房价格也非常贵 但是 这些大公司 它一般的话 也都会把你租房的这些花费 直接给cover掉 如果有机会 在一家湾区的大公司实习的话 对你在之后 去找实习和找Fog up 帮助也是非常大 你像我这个学期 我再去升的时候 基本上来说大部分的公司 我都能够去过简历这一关 拿到面试再去和他聊 而之前的话 在没有湾区实习经历的时候 去找的话 其实很多的时候会 概率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么的大 拿到return offer的机会的话 一般来说 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大概可能会在百分之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但这个的话 也可能和这家公司 这一年它的head count有多少 它的这个组的head count有多少 有着 有着一些非常直接的关系 假设来说的话 你对return offer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 直接和manager去提出来这个问题 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就和他提 你可以就去问他一下 这个组之后 有没有这个更多的head count 我可不可以return回来 而且的话 就在这个 就你在整个实习的经验 就在整个实习的这个学期的时候 在你有机会和你的manager one to one的时候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就是和他一起去聊聊 他实时的对你一个反馈 看一看的话 就是说是你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 manager return offer的 这么的一个轨迹上面 就是到这个问题 加拿大 加拿大小厂的实习 和一些班区大厂实习的话 区别是什么 面试的考题的区别 面试的考题来说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之前面过的 我之前也在加拿大的一些 在那些小公司和大公司实习过 一般来说的话 他们的面试 最多的话就是两文 每文45分钟 而且的话 而且我面试的提的话的难度 一般可能就到 Litcode 一般来说就到这个Litcode 的medium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 但是的话 如果你要去面试美国的大公司的话 你至少是要两文 两文店面起 有一些比较多的话 它可能会到三文 三文和四文这样子的 像我之前面试过Google的经历的话 我是面个两文 之后的话 还有一文加面 就在这个加面之后 还有一个team matching的这个过程 所以说实话 加到一起实际上 相当于是四文面试 而且的话 这个题的话 一般来说的难度 会是在Litcode的minim 左右起 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 你可能会碰到Litcode hard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的话 如果你要想去找一些美国的这些大厂的面试的话 刷题 还是可能要做的比较全一些 体验的话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加拿大 中小型的科技公司 你去实习的时候 基本上你和full time 没有什么区别 基本上来说的话 你就和组一起去实现他们每天的 这一些需要完成的工作 而一般来说 而这个来说 一般来说的话 你在美国一些大厂实习的时候 一般来说 你的manager 会在你最开始的时候 和你直接明确下来 你在实习这个期间 你需要做的project 是什么样子的 这的话他可能 他可能 他可能会和你一起去把整个scope定下来 而且你需要去 你需要在最开始的时候 给出一个 给出一个你对目前这个project的design 而且你需要在最后的时候 有一个可以 你需要在最后的时候 去deliver你的这个project 而且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都会有一个在整个组 或者是更大的一个范围的 这么样的一个demo 所以说 基本来说 如果有机会 在一些美国大厂实习的话 你更有机会 去能够 去能够完成一个整个下来的project 而且你对于一些将来怎么样 具体是在大厂的 大厂这种工作的这一种 工作这种体验 可能会更完全一些 我要说到的美国 工资待遇上来说的话 确实是这个美国 尤其是湾区 或者纽约 像芝加哥 或者西雅图 他们工资 会比加拿大时期的工资高很多 我目前来说的话 如果你是在大三或者大四 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在美 你能找到最好的在加拿大的公司 大概的大概的薪水的范围 可能是在30到45到30到45加元 每个小时左右 而这些比较 而基本上来说最大的这一些 而在 基本上说薪水最高的这些公司 全都是些美国 全都是些美国的大厂 在加拿大的division 比如说这种Google Waterview 或者是Microsoft 这样子的 而在湾区的实习工资的话 一般来说 会在40左右起 一直到 一直大概到50和60之间 再加上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补助 比如说revocation fee 和就每个月对你这些租房 花费的这些的补助 而 而之后到个 而就之后到个美国fulltime的工资 和加拿大fulltime的工资比的话 其实这些 针对于soft engineering的话 大概 如果不计算汇率 单纯从 单纯从这个数字上来说 可能会高至少30%到50%左右 对于现在来说 加拿大这种 加拿大的soft engineering top tier的 top tier的薪水 毕业了之后的话 大概会是在 大概可能会在 就说这个一年 一年下个你的total compensation的话 大概会在 大概会在10万左右的base 再加上的话 可能就是说 再加上可能的话 1万到2万的sion bonus 再加上每年 再加上下个每年 每年平均下来 1万到2万左右的 这种股票的RSU 所以说下来大概 大概会是差不多 会在10万 大概到13万左右这个范围 而在美国湾区 你像大厂的这个 直接fulltime 毕业的话 你的起薪的base salary 大概会在11万 11万到13万之间 所以说的话 相当来说的话 不计划3万 bonus 和你的股票 你的起薪 就和这边的total compensation 差不多了 所以说的话 如果要能解决签证问题 有机会的话 不管是从工资的角度上讲 还是说 对于你将来职业发展到 我来说的话 可能在这个美国湾区 或者是西雅图 还是会要去好很多 可以的 大概可能 大概可能这些就是 大概这些就是这个scast上面 有的这些问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具体的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 现在就提出来之后的话 这段Haris和我也会去帮大家 看看就是说从我们的经验出发 看看能不能去给大家一些解答 这样子 好的 非常感谢D学长的分享 那么下面进入我们的Q&A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留言板留言 想想语音也可以 大家可以 Immute自己来语音 有问题吗 有这个Machine Learning方面面经的话 我只面过一家公司的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一般来说的话 从我的回忆上来说 他大概和我聊了一下 我们主要这个面经集中在 集中在LSTM 就是刚刚short-term memory 这个模型上面 比如说去针对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针对不同的情况 什么样的activation function 和什么样的loose function 可能更合适一点 可能对于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的实习来说的话 我个人的建议是 我个人的建议是 你可能会需要先把一些基本的 这种这个模型 能够好好的理解一下 比如说LSTM 或者是CNN RN 这些 再加上的话 再加上的话 对一些比较基本的activation function 和loose function 能够 能够去有个比较好的了解 再加上可能一些比较常见的 这些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 比如说Batching 或者是像这个Cross-Bagulation 你可能都需要 会去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 再之后的话 因为我个人经验不是很多 所以还是推荐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1,5,3D上搜一搜 它也非常贴心的 你可以去按照不同的 这些工作种类 可能去搜索这个面积 你可以具体看一看上面的话 其他人 其他人分享的一些其他方面 这些的面积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关于这个Machine Learning 方面的 它首先是一个Software Engineer 的职位嘛 就是它是先有一个Software Engineer 的position 这样的一个要求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一些Machine Learning 方面的知识嘛 它其实来说的话 对于Coding的requirement 没有Software Engineer 要求这么多 一般来说的话 一般来说 重点可能会去 在这个模型的这一个上面 但来说的话 它又没有 但其实来说它又没有 像Data Scientist 这样子的话 需要你有更多的 这些Self-R的这些理解 和这些要求 所以说它更像是一个介于 它更像介于 这个Data Scientist 和这个Software Engineer 之间的 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一个职位 所以我不知道 算不算是一个 你能接受的回答 谢谢学长 然后有一个问题 问H学长 那我看到了 我说你好 然后想从事Quant 研究生申请什么专业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方 在加拿大还是美国的研究生 如果说你只想说 止步于研究生 就是硕士的话 那我建议你申请 像Mathematical Finance Financial Engineering 加拿大的OK 那推荐几个program 一个是滑铁卢的NQF 一个是多大的Math Finance 这两个的话 因为止步于硕士 所以说它需要很强的 其实主要看你们的 那个program director 它的这个和行业的这个 联系有多紧密 一般来讲 你只要进这两个program 里面 其他方面 其他program也可以 没有说任何点 其他program 主要因为地域的优势 包括业内的reputation 在北美来讲 这两个算是 在加拿那肯定就是 数一数二的 然后的话 看你program director的能力 一般来讲 你入学之后 基本他就会把你的简历 全部打包好 然后发给他所认识的 一些人 因为现在整个 在Bay Street上面 做矿的方面 工作的一些人 基本上都是 从这两个学校 这两个专业毕业的 也有一些PhD 我说Master的话 基本这两个专业 而且基本有一些 都做到了director职位 那么他肯定会是 愿意帮助自己人吗 CFA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 Quant这个工作 不是说你能干一辈子的工作 你基本干到三十来岁 因为人 年轻人不断的都会涌入 就跟计算机是一个道理 你如果想干到后面的话 你是需要 好好的考虑一下 自己将来职业的发展 再往上升一些 什么Senior Director 第一个是看你这个 咱实话实讲 第一个看是你种族 是吧 肤色 第二个呢 就是看你对其他部门的 职场的一个了解 那你知道越多 到时候的话 CFA就会很有帮助 我其实可以稍微加一点 但这个 但是可能有点off topic 我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 如果是CF的同学 大家 大家在找这个 Soft Engineering的职位的时候 也可以不仅仅局限于 这些这个Venture这种的 这些IT给的公司 还有很大一部分公司 比如说Hedge Fund 比如说比较大的几家 Two Sigma 或者是像Citadel 或者是像Deeshaw 他们也会去招很多的 Soft Engineering相关的 这些职位 而且的话 而且的话 他们的薪水 包括他们的 包括的话 就是说是他们载去业界的 买出这种口碑的话 也是非常好的 但 但从我经验来说 我一般说他们的面试 会比一般的Venture公司 面试要难很多 我之前曾经面过一次 Two Sigma的面试 就是说实话 比Google的面试要难一些 可以的 下面一个问题是 下面问题是关于刷题的 是说自己刷题感觉很慢 有什么刷题技巧 可以分享的话 就是刷题这个东西 如果你能够 其实 再说是很难去做到 特别快的去刷 我个人 我个人刷的这个技巧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我会去能够先能够保证 先能够保证 我能够理解 这个题所属于的这种Category 可就是一般来说的话 黑白来说的话 我能够去理解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问题 你需要去用 你需要去用 这样的算法来去解决 比如说你在刷这个Dynamic Programming 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就需要 你可能就 你可能就先去要做到 你看到这一道题 之后的话 你能够知道 它需要用去Dynamic Programming 来去解 之后的话 之后的话 你可以再去不断的思考 比如说的Base Case 是什么样子的 它这个具体的Recursive Call 是怎么样去构成的 所以说的话 刷题的话 你可以先把每个 你可以先把每个种类 下面Easy的难度的题 先都给去刷一下 之后的话 你可以先去 之后的话 你可以随机找这道题 来去测试一下 自己在看到这道题的时候 自己 自己这个脑子里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思路 反正这个是我个人的 这么一个 这么样的 这么样的技巧 可以的 看一看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问题的话 想问一下加拿哪些公司 做ML或者是DL的公司 比较好 加拿大 加拿大其实说实话 IT这个行业发展的 其实挺一般的 做ML和DL比较好的公司的话 我不知道你是想去做 Engineer 还是去想更偏 research这方面的话 如果你要想去 如果你要想去比较偏 research这方面的话 我其实很建议的话 你去读一下UT专业的 这个Machine Garning 它的Master 基本上 在加拿大做这个Machine Garning 和这个Deep Garning 的话 大部分的话全都是UT系这边的 比较好的公司 其实说实话 除了那几家大厂之外 真的就不多了 大部分的话全都是一些 这种这个start 就是在Watergoo的话 有一家RSIP到AI 它主要是去做这个NLP这方面的 我知道的话 在Toronto的话 还有一家LikeRoss到AI 它主要是去 它也是做NLP这方面的 所以说的话 如果在加拿大做这个ML和DL的话 重心可能还真就只是一些 弯曲大厂的分布 和一些新型的start 这一方面的话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在加拿大华为有工作的话 会不会影响以后 以后去美国这种 这个工作和Visa的话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这个签证状况的话 比较 签证这个情况 比较的紧张 最近的时候这个H1B 它的这个check 或者是ref的话 也特别的多 具体来说它 具体来说它 我是没有什么经历 因为我 因为就是除了J万签证的话 我也没有申请过 其他类型的美国的签证 所以这个还真挺难说的 但是这个前景的话 其实 我觉得 我觉得 没准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加拿大华为的话 其实有很多本地人在工作 所以说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看你能不能 看你能不能在晚上找到一些 最近加拿大华为工作过的人 你可以就和他们聊一聊 可以的 下面来说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CS专业本科毕业 也不能申请到大赏全职 是觉得哪一个中等公司的offer好 还是继续直接读硕士和博士 这个的话是看你 硕士 硕士和博士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 基本上来说的话 如果你想做比较偏research这方面的话 你去读 你去读一个这种这个thesis based master 或者是 或者是读一个phd的话 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假设的话 你和我一样是重心比较 重心比较放在engineering这方面的话 其实你去拿一个中等公司的offer 在你有了一定的经验的话 在跳槽去大厂 其实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你看我身边很多去美国 读这种这个专业的这种的master 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都调侃自己说 他都去调侃自己去做master 也就是为了拿那个三年的opt 因为很多的时候的话 很多时候对你跳槽来说的话 你的工作经验 可能还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外来说 下面一个问题的话 说是第十点 你现在是996 就想问大厂soft engineering I have the work-life balance 怎么样 大厂的话 大厂怎么来说呢 湾区的大厂的话 一般来说的公司的话 work-life balance 一般的公司work-life balance 全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 但是这几个里面有几个特例 首先 首先说第一个特例就是Amazon 因为这个Amazon 大家知道 就因为他们这个业务模型的问题 LOS的话 就涉及到很多on-call的这些问题 再加上工作压力的话 再加上工作压力的话 Amazon会比它公司大很多 Facebook的话 Facebook的话 其实就是来说这个压力 压力比其他公司还是要大很多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 我记得说他们有一个policy 应该是你几年生不到E4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可以走了 所以说来说的话 这几家公司 但是说是 但是说是除了这几家特例和startup之外的话 现在说这个work-life balance 还都算是非常好的 996我是好像还从来没经历过 所以说 所以说是 如果要是去美国大厂的话 这方面应该是不用担心的 我也是具体回到这个问题的话 怎么说呢 有些work-offments方面的话 我先给大家说就是有一点 就是说是基本上你要去湾区大厂的话 你是没有overtime pay去拿的 因为你基本上都是annual salary 所以说来说的话 如果到了项目 比如说马上就要deftline 比较紧张的问题 加班可能还是会有的 但肯定不会像国内那么普遍 那么多 所以非常大家 如果想要去多的话 Apple的话 Apple的话 Elementary Level ICT2 其实是有overtime pay拿的 所以说的话 如果你要想赚的多一点的话 选择去Apple 之后去拿overtime 如果你能接受的话 也是一个选择 好的 谢谢我们两位学长 非常精彩的分享 然后我们今天 这次的讲座时间也到了 然后我们这次讲座 是有录像回放的 如果大家想要回放的话 或者是由于时间没有听到的话 可以在群里面联系 我们的Mango Tag小助手 然后我们可以提供回放 然后同时我们接下来 也会有两门课程 一门算法和系统设计 针对IT求职的课程 还有一门Machine Learning的课程 即将开课 有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咨询 我们的Mango Tag小助手 我们都是邀请 在硅谷一线的大厂老师 来给我们讲课的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随时咨询 我们的Mango Tag小助手 然后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学长 非常非常精彩的干货 干货满满的直播分享 然后也希望同学有所收获 那我们这次讲座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辛苦老师了 也辛苦同学们 这个编满来